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介绍一部 点阅率破百万的影片 那这部影片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我想很多人都有在养兰花嘛 兰花最怕就是什么 就是烂根 烂根的话就当然就长不好了 甚至有可能兰花就死掉了 那我今天是想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如何利用一个宝特瓶 来做一个容器 让这个兰花长得更好 然后不会烂根 然后搭配着那个发泡链石 因为我们都知道发泡链石的排水性很好 首先准备一个这种罐子 我今天举例的是用方形的罐子 那至于怎么做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那首先当然是把标签子弄掉了 先剪开 好剪开了 那我们现在先来做那个集水杯 怎么做 那因为它这有条纹很明显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差不多四格半的地方 我们来做个记号 四条半 一二三四 到这边四条半 我有准备那个签字笔 我要做记号 我们现在就来做记号 好换一圈 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割开了 割开先用美光刀 跟它弄一个口 好 再来我是用这个勾刀 我是觉得勾刀比较好弄 那我今天就用勾刀 刚才那个口在这边 我们就来开始勾刀 看不 如果觉得有太离谱 就稍微修一下了 那现在这个集水杯 我们把它在一条半的地方 把它剪开 就沿着这个有线条 有这个看得到有一个纹路的地方 跟它剪一下 都把它这样剪开 就先放在旁边 这是集水杯 再来我们就做这个上半部 装兰花的地方 那我们也是一样把它剪 剪抽也是剪到这个地方 也是把它剪开 剪到刚凹槽的地方 剪完以后 我们就把它 沿着这有线 你看它这边有个线 你就沿着它往外折 每一个都要把它往外折 可以看就是 往外折了 看到你就沿着线 那就是长得这样子 因为这个角落会粒粒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修剪 修成一个漂亮的花瓣型 这样也看起来比较好看 那我们来修一下 像这个 你看这个容易刺到手 就比较危险一点 万一弄瘦伤不好 你就把它稍微修剪一下 弄成一个比较有弧度的花瓣 就可以自己稍微做个漂亮的修剪 这个我们就是到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因为我想要用钓的方式 所以我要给它打洞 因为要钓起来嘛 那我们就在窄的地方 先给它打洞做记号 我准备那个落铁 那我们就是打这边打一个洞 因为对称的地方 它这个对称的地方 先打过来 这边先打 再打一个 好 这来 在这个卡住这个 有一个凹槽这边 这给它打一个洞好了 相对就是一样是垂直下来的 这边也是一样打一个洞 好 这样就好了 那我是建议各位 稍微做个记号 好 因为等一下打很多气孔 怕你到时候不好找 那我习惯的话 会是用签字笔稍微做个记号 等一下才不会找不到 那我先给它做记号一下 稍微做一下记号 这样比较保险 我是这样稍微做个记号 好 记号做好了 那现在就要开始来打洞 那我是建议各位 就是在上面打很多的气孔 那就是打越多越好 它就是越通风 透水性就越强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打咯 那这边也要打一个气孔 那这边也要打一个气孔 好 再来我们就开始打咯 这样 这样 都无差 你就是打越多越好 打越多越好 那我就是在这边示范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打好了 我们就把它放下去 因为你有做记号 所以你比较好对 有没有 这孔比较好对 因为我要把它做挂钩 那我就准备一条电线 各位剪一个你要的长度 就把它由内往外穿 各位看我刚才有做记号的这个 有没有 这个签字笔的 好 然后这个电线 我们就稍微跟它做个 有个弯弯的 然后把它照握 刚才这边不有一个 有一个 对 这边 好 这样 你就把它勾起来 卡住 有没有 往上把它压起来 好 再来 这边也是一样的动作 从油内往外 然后做一个 那个 弯弯的 然后这边有没有 这边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要做记号 因为动太多 不好弄 这样就很牢靠了 各位看 那也许网路上有人讲说 你这两层就用焊 用焊起来 我们发现不太牢靠 所以我们就是改这种 这种铁线直接就弯过来 这样两个勾在一起 这个就牢靠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各位 可能可以参考这种做法 那这个 基本上这个 这个容器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要在这边 打一个排水孔 好 因为尽量 排水孔不要打太多 才能够保住湿气 那我找 也不能说太 大概的地方 打一个 这边看得到 比较 在中间的 打一个就可以了 不要打太多 只要一个 那个排水孔就好了 那这样是不是就做好了 很漂亮吧 利用宝特瓶做的 那个装兰花的容器 应该透气性非常的好 我打了很多的气孔 然后这上面也有 那个花瓣的造型 就更好看了 那 再来我就是准备了 各位看 准备了这个 发泡链石 这个发泡链石 这个发泡链石 各位都知道 那很多人会在那个 盆子底下放一些 发泡链石 让它排水性很好 所以我们今天 为了 不让兰花烂根 我们就用发泡链石 我准备了 一盆的蝴蝶兰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 做好的那个容器里面 然后我们就给它 放入那个发泡链石 那除了放这个发泡链石之外 你可以放一些那个树皮 它里面的单银酸也是不错 你可以放在上面 浇水的时候 它就沿着那个树皮 这个渗透下去了 那我又准备一些树皮 我就把它放在上面 那各位看 这个水 如果从上面浇下去 过多的水 它就会从这个 我们做的排水孔 打的排水孔这样流出来 也不会有过多的那个 水流在里面 那一方面 只有一个气孔的话 它水就是说 这个湿度会比较够就对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 为大家介绍的 用宝特瓶来做一个漂亮的那个容器 另外顺便讲一下 各位看 这个好漂亮哦 就是这个容器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喷漆 就像我给各位看这个白色的 这样喷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就一样 上面也可以再加一些发泡链石啊 因为也不一定是都透明的嘛 有时候你弄些其他颜色 就看起来又不一样了 然后我只用那个发泡链石 配上一些树皮 我觉得这样应该 排水性应该算相当的好 因为有时候我用水苔 会有时候怎么样 过于潮湿 然后很容易烂根啊 那我想说试试看这个方法 应该是不错的 那各位其实 有时间有机会 还是也可以尝试这种方式 以上就是我为各位介绍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大家 拜拜